最近网上是报道了一则这样的一个消息 就是广州的第一批圣女已经搬进了养老院 看看一辈子不结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对于现在的一个年轻人来说 很多人都选择了单身族 因为现在的一个社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就把这个事业 把工作全部都放在了第一位 他们也是过惯了那种自由自在的一个生活 都不想结婚了 也不想生孩子了 不想被家庭的一个琐事所束缚 但这些年轻人还没有到年纪大 还没有到老的一个时候 估计上了年纪之后 也不知道会不会后悔 可是就在最近 就是广州的第一批大龄圣女 已经搬进养老院的时候 在采访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们也是说出他们的一个心理话 而且的话都是非常后悔 当初没有生个孩子 一位60多岁的阿姨 哭着说出自己的一个心理话 她说最后悔的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有生下这个一儿半女 现在是住进了这个养老院 现在最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能有个人来看望一下自己 年轻的时候 没有享受到做母亲的那种天伦之乐 就想着自己去潇洒去了 然后想去哪就去哪 想去哪旅游就去哪旅游 没有什么牵挂 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也不用为自己的孩子而操心 也成为了年轻的时候 别人眼中羡慕的一个对象 可是到了现在 真的是非常后悔 当初没有做年轻人该做的一个事情 住在这里和老人们聊天的时候 甚至都没有共同的一个话题 别人一聊就是自己的一个家常 包括孩子们的一个事业 我都是无从插嘴的 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 如果说能让我重新选择的话 我一定会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孩子 把他给培养成人 就是现在我有再多的一个钱 有什么用呢 也是买不了这个亲情 也是买不了家人的 对不对 说到这里 这个阿姨真的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年轻的时候 为了那个事业 为了减轻自己的一个压力 为了让自己放松 可是到了一定的一个年纪之后 就改变了年轻时候的一个想法 可是再怎么样 时间他也不会倒流了 对不对 在这里还是奉劝那些单身族 到了什么年龄 我们就要办什么年龄的一个事 现在年轻还机会不到老了之后的一个痛苦 到时候真的是后悔都完了 大家说是不是呢 不知道对此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有什么不同的一个观点和看法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